好 谢谢施雅兔刚刚的画面可以看到在台东地区虽然不是首当其冲地区 但是这个豪雨还是为当地真的看起来造成了不少的灾情 接着要继续带您关心 在强台天兔在昨天是转为了中度台风 它的威力虽然持续减弱 暴风圈预计在今天稍早也就是五点半钟的时候会脱离台湾的本岛 预计会在上午的八点半钟解除陆上台风警报 不过其实截至到昨天晚上的九点钟为止 天兔台风还好并没有造成太重大的灾情 金门地区有四女五男总共有九个人 则是因为强风吹倒的路数给压伤